Hello 我是Ivan 昨天Rudy和阿錫有談過 Google Chrome在2024年的下半年 就沒有了Fair Palsy Cookie 的調查 其實很多網搜尋已經沒有了 之前Google Chrome一直說 會是2022年 然後移到2023年 現在到了2024年尾 為什麼它會去到2024年尾呢? 其實昨天的直播也有提供了很多東西 不過我最主要想 為什麼又要拍這條影片呢? 因為我想展示其中一個時間線比較重要 很特別的影片 展示一個時間線給大家看 就是為什麼會延遲呢? 其實Google現在有一個網站 叫做Pyfixy Sandbox 其實那個所謂的Pyfixy Sandbox 就是在說 它有一個initiative 就是想網上更加安全的 就是以Pyfixy來說 就是私隱的問題 就是想提高私隱大家的關注度和安全 就不會說 track 到真正的用戶 然後可以 target 你 又下廣告等等 它會做幾件事的 它有一個網站在說會fail out 這個3rd party的cookies 一直在移動 現在移動到就是2024年的年尾 那樣 它那個時間線呢 原來我發現它裡面都幾多樣東西 在畫面那裡見到 以前有說過幾樣東西 讓大家看看 這裏有一個叫FLOC 以前叫Federal Learning of Co-host 就是說它群組合了一大堆 相同興趣的人 然後你當作 tagging 然後當你之後去做廣告的時候 你就可以攻擊到這群人 即是你不會完全研究到那個人 不過就會研究到那群人 而那群人呢 是哪一群人呢 那它那個廣告的分類就跟IAB 它定出來的那個分類 即是那個模式 其實現在我這個叫FLOC 我説的就是Google想去 展示一些相關廣告 relevant的內容 relevant的廣告的時候 想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又能夠保持得到那個private 即是我要知道你喜歡什麼 但是同一時間呢 我又不可以知道你太多東西 即是有一點點兩欄卡在那裡 要很小心去拿捏 但是後來就發現這個叫FLOC的模式 就不是很好用的 即是說在European 它有些叫Commissioner的身份 就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好的方法來的 也都說會有些不安全的東西 即是以Pyrex來講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會做一樣的叫Topic的API Topic API又是另一樣東西 即是如果我那個網站 是說譬如這個健康 這樣才算 我的網站說健康的時候 Google就會給我的網站 叫做健康 然後我的網站 除了說健康之外 可能我會說打機 它又會給我一個Tagging 可能叫Game Gaming 那些東西 當那些伺服者去下廣告的時候 他去選擇這些不同的Topic的時候 就會可以下廣告到我的網站 那這個就 容易一些理解 因為它真的叫做Topic Topic的API 之前FLOC連讀都不會讀出來 那現在這個所謂的Topic的API 你會看到時間續來講 2022 那是剛剛年初開始的 那會不會關閉就不知道 這個FLOC 它是去年年初開始的 接著在第二個季節 原來已經關閉了 即是已經不成功了 那同一時間 你會看到2022 一個叫Flash的API 即是這個 不知道是讀Flash還是Flinch 那在2022 都是第一季左右 它又開始了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跟Topic API又有什麼分別呢 Topic API就會解分了不同的網站 它會給它一個不同的題目 我的網站可能是Digital Marketing 你的網站可能是Fitness 那也都不是很 不知道暫時那個網站的單一性有多少 即是我是Digital Marketing的話 它那個List有多少呢 有多長呢 有沒有一萬個Topic 還是一千個Topic 這個我就沒有仔細去看到 那我的網站是否只有Digital Marketing呢 會不會有分Google的廣告 Facebook的廣告 再有細分些題目 或者是SEO這樣呢 這個我暫時還沒有去到這麼仔細 但是Zoom就是 那個題目的那個 那條Tree越大 Digital Marketing的話 就是越不準 那如果越Jule Down到小 就越Narrow 那個群組就會準一點 就是精準度的問題 只不過它會收放到一個什麼程度 那同一時間 這個叫Fresh的API是什麼呢 這個是專門做Retargeting的 即是我們一直在說 未來沒有了那個3rd party cookie 那我們怎樣做Retargeting 是不是做不到 因為Google 它這麼多SNs 就是這麼多人放SNs去賺廣告 那我們其實審Retargeting的時候 其實很多網站都會看到的 那如果沒有了3rd party cookie 就做不到 那原來它自己用另一些模式 做到Retargeting 還有它已經是在2022年的8月 原來揭開了一些SNs的平台 即是如果你有一個網站 是一個媒體的網站 你為了賺一些廣告費 可能你會放SNs上去 那你放了SNs上去 你是不需要做任何改動的情況之下 原來Google在一個後面 就會轉了Fresh的API 繼續去做Retargeting 即是說 就算沒有了3rd party cookie 原來都可以用到Retargeting 這個是在8月的測試 那除了Retargeting 它很有趣 原來Fresh的API 還可以做到Custom Audient 即是我們現在一直在說 要做Targeting 或者我們有一堆Database 然後我們要上載上去 再做Matching 看看一些雙類近的東西 或者是Similar Audient 這個我就不知道 那Custom Audient 原來都是可以用Fresh的API去做 那即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如果一般用戶 一般網站 是在用Google相關的東西 那因為所有現在在說這些 都是在用Google的體系 那如果不用Google的體系 因為Google的Chrome 是Google的 它當然是對自己下廣告的平台 對自己有放SNs的publisher 那個建立啊 或者那個programming啊 這些它肯定會接駁得很好 但如果不是在用Google的產品 即是不是在用Google的Adsense 的publisher的話 但是那個用戶是用Google的Chrome 那就應該會影響了一個 Fert Party Cookie 所以到時會變成很歸邊 原來如果你想用到Fert Party Cookie 或者Retargeting 那你其實要歸邊到Google那裡 即是用它的SNs 那它就會坐大 但是為什麼它又要這樣做呢 其實鞏固自己的地位很重要 其實它一個網上廣告市場都是龍頭 但是它是在下降的 即是它幾個幾個%的下降 因為市場多了很多不同的競爭對手 有TikTok有IG Facebook也在下降 但是有IG有TikTok 它們一直在增長 那個市場的份量也都越來越大 所以它要鞏固 我又覺得很合理的 就是因為生意差了 而這些數據 你上次又要公佈出來 但是這件事其實一直都是退遲的 其中一樣 為什麼它由2022或2023年 去退到現在的時間表 去到2024才會出呢 其中一樣原因 就是它說很多不同的合作夥伴 即是一些廣告技術公司 它們說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測試 其實也都很合理的 譬如它在2021年初的時候 出了這個叫FLOC的API 那些做AdTech的公司 即是廣告公司 或者一些Ad Network也好 即是它們會做Programmatic 去買賣廣告的公司也好 它們可能已經在接駁中 或者接駁了你的FLOC 接駁完之後 隔了不夠一個Quarter 你跟我們說沒有了 其實它要花很多人力物力 可能它的Infrastructure 個人的東西又要去改 花很多人力物力 你說沒有 現在又說推過Topic API 這個Topic API 會繼續在 還是會之後消失了 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會觀望 因為現在是不是Quarter 2 現在Quarter 3 所以現在這個Topic API 就似樣一些 因為它已經 叫做Last的時間長一些 但是你會看到 上面有一個 就是2021年的時候 在這個分類 就是去打擊一些spam Google出了一個叫做Trust Token 的東西 就是Trust 由2021年的Q1 出的 去到2022年的Q2 試了一年之後 多些才沒有了 亦都是不知道 European那個Commissioner 他們說 你拿得太多 那些人的資料 所以違反了Privacy 所以這個叫做Trust Token 的東西就不給了 但是其實我是很喜歡 Trust Token 這個東西的 原因是什麼 就是它的理念 其實它是檢查一下 你是人是鬼的 就是那個人去到你的網站的時候 他想去看一下你是一個人 還是你是一個robot 因為robot在網上世界是很多的 就是在做一些不同的 可能去拿一些資料 可能去鎖一些內容 guest posting backlink 或者直接是一些 hacking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其實一個Trust Token 都好像普遍有用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也是法例的原因 就是Privacy 原來要做得好 要做得到 都需要頗長的時間 跟著又沒有了 所以暫時呢 我看到整個格局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是要做retargeting的 或者要做一些custom audience 或者下廣告的 在Google的體系裡面 就沒有問題的 因為Google Chrome 在市場全世界 大概有七成的Market share 始終是最大 那黏了下去 那你大部分的users 叫做仍然可以 你能夠利用得到 亦都可以做到retargeting 做到你要推廣的事情 所以我暫時就覺得 它要fail out 好像那個影響性不是很大 還有它接下來呢 就是我講了 如果你用Google的 你用thirdparty 就是其他的工具 那那個影響就很大了 當然 尤其是媒體那些公司 如果它不是用Google的東西 根本就沒有了retargeting 就是沒有了這個功能 因為沒有thirdparty 這樣就會影響他們的收入 那如果你都覺得這個 沒有了cookies 會對你的網 或者你的生意有影響 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那這個sharing 就到這裡了